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讲磁场的时候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还没有讲到场的观念的时候 场是后来才加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时我们在讲电的时候 那你在讲电的时候就是 正电 负电 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charge 电荷 那你会发现这两个之间 会有一个互相作用的力存在 那同样的 因为这个力是因为电荷所引起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电场 中间存在的一个场 所以当你引进场的概念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particle 这个particle呢 在这个场里面 怎么样来作用 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particle所在的位置上面 怎么多少的这个作用力呢 作用在这个particle上面 那这是我们之前我们在讲电场的一个概念 那现在实场呢 那现在实场呢 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去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到底这个作用力 ok 那磁的作用力 到底是怎么作用在particle上面 那你如果把一个静子的particle ok 放在这个 你都知道地球就是一个大磁铁 那地球在大磁铁的话 你周遭其实就已经有一个磁场 那你每天在这个磁场里面的话 假设你这个particle不运动的时候 放在这个场里面的话 实际上 它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作用力的 要什么样才能够让这个particle 在这个磁场里面有作用力呢 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空间里面 已经有磁场的存在 这个磁场的存在 那这个particle呢 一进到这个场里面 ok 这particle 有速度的情况之下 它一定要有速度 那我们就发现说 它受到了力的作用 ok 那这个力呢 我说 很简单的 我们看到 假设我现在画的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 我的力量 我所受到的力 是垂直V跟V的这个方向 这是它所受到的力 那我再把这个V的大小 去test一下的时候 我发现我进来的速度越大的时候 如果我手受的force 就会越大 换句话说 我的这个速度V啊 是影响我 这个受到磁力的大小的 一个重要的fitting 第二个是 我已经知道 这是一个带电的particle了啊 那这个电量 我可以改变 当我的速度固定的时候的话呢 我把我的电量改变 那我再去看看 它手受的力多少 我也发现 电量的改变 是对整个的磁力 是成正比的 那外面的磁场的大小 同样的particle 进到不同的磁场 这个磁场的大小 E是我 测得的磁力大小的 一个关系的因素 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 V和V的方向 它的角度 如果这个C他讲 如果改变的时候 也引起了 也引起了 这个 磁力的 一个大小的变化 仔细的去看一下 每一个 这个C他角 跟VB的关系 你可以在实验里面去做 改变C他角的时候 我VB是什么样的改变 那我就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它的改变是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关系 OK 随着你的C他角 V跟V 这个平行 然后慢慢慢慢 到他垂直的时候 OK 那是最大直 这是二分子π 那到反平行的时候 他又变0了 就是π 那同样的到这是2π的情况 所以 我们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也就是说 我的VB 实际上 是跟 Sine的C他 是成比例关系的 那由这些 你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 VB 实际上是跟 Q有关系 跟V有关系 跟V有关系 还有跟 V跟V的夹角 SineC他有关系 然后 他的比 这个 整个是成比例的 那比例常数是多少呢 这是我们接着我们想要了解 他的比例常数是多少 假设 我现在用的是 SiUnit 那SiUnit的部分的话呢 我说 Q就是库轮 OK V呢 就是每秒 米 然后V呢 就是多少的Tesla OK 那我会发现 因为 我的 这个 V的单位 是牛顿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关系是 实际上 他的比例常数 就是1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可以很简单的 把 我的VV 跟 这个整个的 刚刚 所有的变因 把它放在一起 我可以写了一个 横等式 因为这个比例常数 是1了 OK 然后这样子 并没有 满足我们的 最终的一个需求 原因是什么 力的方向 还没有加进来 因为力本身 要有大小的方向 力的方向没有加进来 速度本身是一个向量 实场本身也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说 我能够把我所有物理量 要包含它的特征 大小 跟方向 把它放进来 它要把它放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但是 这个是一个向量 这也是一个向量 这也是一个向量 两个向量 作用以后 会变成另外一个向量 在我们开学前 上学期 很早以前 在向量的运算里面 两个向量 运作以后 会变成一个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 最中 最可能的情况 就是什么 close 对不对 外积 好 那你现在 用外积的话 就是两种情况 是V closeV 过V closeV 那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力的方向 因为实验我们就马上看到了 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现在V 跟V 两个 通通是向量 这个是 它作用力的方向 那 V closeV 刚好就是它作用力的方向 OK 而且 是 V closeV 它本身 就是 V V的 sine C 所以我们进一步 我们会把我们整个实力 直接 就把它写成向量的形式 而这个向量的形式呢 就包含了所有的 这个物理量的特征在里面了 OK 那这也是我们实力的大小 的一个 所以你在空间里面 假设 这个particle q 进到 它的电场 E 磁场 V 的位置 的空间里面 OK 那 你进去这个电场跟磁场的空间里面的话 它一共会受到 一个是电力 一个 就是磁力的作用 电力是多少 电力就是我们很简单的就是Q1 磁力 现在你也知道了 就是Q V closeV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 它所做的 total的力 叫做 1 加上 V closeV 这是一个particle 进到 一个电场跟磁场 同时存在的空间里面 那 你就可以知道它 一共受到的力 这个力呢 我们就叫做Lorence force OK OK 这个是我们的Lorence force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 当你要test 电力的时候 你只要是 Charge particle 就可以 换句话说 空间里面 有没有电场存在 你只要把charge 放进去 看到它有没有受力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空间 有没有电场存在 OK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空间 有没有磁场存在的话 你把一个charge放进来 不够的 还要让这个charge 要怎么样 要运动 所以 对于电场跟磁场 你要去test的方式 你是有不同的地方 一个一定要是移动的电荷 你才能够测得到空间里面 到底有没有磁场的存在 那这个空间里面有电场的存在 你只要一个电荷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这个实验室里面呢 实际上 OK 是很 你看到的就是说 平常 嗯 你们已经做了那个CRT的实验了吗 电子 阴极射线管 有没有 有 有 阴极射线管做了吗 阴极射线管就叫CRT啊 OK 它阴极射线管本身 就是 一个很好 因为它可以产生 阴极射线管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移动的电子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阴极射线的偏向 你可以了解到这个例子 是不是 有被 这个有偏向了 你才就可以知道 这个空间里面是不是有磁场的一个存在 好 好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 在空间里面所受的力的一个情况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好 那你现在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 空间里面有没有磁场 那你已经知道空间有没有磁场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有同学也许会问说 那老师如果不是用这个单位的话 好 这个单位 K 这边的 比例常数 K是1啊 那如果不是用这个单位的话 CGS字的单位的时候 这边可能是会多一个 C分之一 OK OK 好 如果你是用CGS字的话 那这进库 然后秒分之 每秒 CM V是 这个高斯的话 那这边就会有C分之一 QV CV 的情况 那这个单位就是打印了 好 所以基本上面 在这个 辨学跟辞学里面 尤其是辞的部分 这里面的单位 尤其比例常数啊 的单位 跟 他是跟单位 非常有关系的 好 因为这里的K 是等于1的情况 好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你已经知道你空间里面有磁场 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表示我们这个磁场 那 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件事情 跟着我们当时 在磁场里面 我们要讨论的 指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讲到通量的概念 那 这个磁通量的部分的话呢 同样的你在空间里面 你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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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磁场 V 它到底 有 多强 过多弱 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很简单的 那我们很简单的 是可以用 力线的概念 就是磁力线的概念 来表示 那你就可以在 这个力线里面 你一旦画出来的时候 每一点上面 所到的 都是磁场的 切线的方向 OK 那到底 哪边的磁场比较强 哪边的磁场比较弱呢 那我们就说 你 单位面积上面 同样的 你的单位面积上面 OK 你手 通过的 磁力线数 越多的时候 你所代表的磁场 就越强 那这还是一个很 抽象的概念 换句话说 这边的磁场是比较强 这边磁场是比较弱的 OK 那 为了要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自我回想 我们当时 为了定义 电场的时候 也是用电力线 然后我们就把 电力线的概念 因为 因为你去看 你单位面积里面 通过的磁场 的这个 立线的数目 来代表你磁场的强弱 那在电里面的话 我们说 电 电场的强度 是跟单位面积里面 是跟单位面积里面 你所通过的 这个 电场的这个 厂线的密度 成比例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这个叫做电力线 那 电力线的 这个通 抱歉 电通量 电通量呢 就代表的是 单位面积里面 在 这个面积里面 所通过的 电力线的数目 乘上这个面积 就是我们的电通量 当时我们是这样定义 同样的情况 我们也把这个概念 引到磁场里面 我说 每一个 面积 那我把它画出来 我说 这一个面积 那我通过的 这个 磁力线的部分 我把它跟 这个面积呢 的垂直分量 我说 当我的磁场 在这个面积的垂直分量 上面 那就是代表说 我把磁场 我把磁场 把它投影到 DA上面 OK 那你把它投影到 DA上面 再乘上 DA的大小 那换句话说 这个 V 投影到 A上面的分量 那这个就是V 垂直 的component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等于 V垂直 乘上 我现在要算的是 这个总共的面积 那我就把 这个水 叠加起来的结果 我全部把它积分起来 那这就是 我 磁通量的 大小 OK 所以 电通量的定义 跟磁通量 其实 是完全相对应的关系 换句话说 我的磁通量 那 我就直接的定义 我的磁场 在 比A面积上面的 投影 然后我把它 跟面积 把它全部的成绩 把它全部加起来的结果 那 这个单位 因为你的B是TESTA 然后A呢是米 所以我们把TESTA米 这概念单位 就叫做韦伯 OK 那 换句话说 我已经知道 10的 这个通量的大小以后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 好 接着我们看 我说 在当时 我们在讲电场的时候 我知道 通量的大小 电场的通量的大小 它跟E.DS 是成关系的 但是 假设 还是用D 假设 这个面积 是一个 closed 高星surface的时候 那我说 这total的结果是怎样 跟什么有关系 跟什么东西有关 嗯 这个 所有的flosed多少 跟什么有关 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11号 11号 来 各位 跟封闭曲面的电荷数有关系 实际上也是 如果是在真空里面 是不是1,15分子Q 对不对 假设 里面的Q total是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进去跟出来的 这个flosed 是相同的 对不对 这是 电的高时定 所告诉你 那同样的 我们会接着问的 在磁场里面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在磁场里面 我说 在磁场里面 同样的情况 我也可以把 这个面积把它包围起来 变成是什么 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面积啊 所以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封闭曲面 的 一个total的plus ok 那就代表什么 这里面是有 磁力线的 那磁力线呢 我说我一个 封闭曲面 那这个a 那我就会发现 在磁场里面 你把一个封闭曲面 进去的磁通量 跟出来的磁通量 你把它 全部加肿起来 它永远是 那进去的磁通量 永远等于 出来的磁通量 哈 这个 结果 就叫做 也叫高斯定理 那这个高斯定理呢 跟 这是电的高斯定 ok 这是实的高斯定 那 反过来你就看到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 这个 我说 对于 电的高斯定理 跟磁的高斯定理 你如果把它 放在一起 那你就会接着 问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电的高斯定理 所谓一个封闭 的高斯面 通过这个封闭 面的高斯面的 电力线 或者电通量 是跟 这个封闭的高斯面 内部的 内部的 total的charge Q1 Q2 你把它全部把它加融起来 那 total的charge 有关系的 那 同样的 在此里面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也可以 视为 这个封闭的高斯面 这个高斯面 呢 我现在要唱的是 被这个高斯面 里面 假设 这个 我尺呢 也可以用 10的电荷 来表示的时候 那 这里面的 total的尺的电荷 加总起来 要等于多少 要等于多少 就是 我们可以想象 从电的观点 跟磁的观点 你接着就看到了 然而在电里面 你看到的是 这里面的total的 总共的电荷 可等于0 也可以 不等于0 但是在尺里面 它always等于0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来看 你如果从小的时候 玩过磁铁 那你就可以看到 磁铁本身是什么 磁铁本身 你都知道 有一个N级 有一个S级 对不对 你把磁铁切断 切断以后 磁铁是怎样 是不是一边N一边S 还是 这样一块磁铁 有Ns 嗯 是这种呢 还是 你把它切断以后 是变成这样呢 还是变成这样 你的经验里面 哪一种 A 又是B 变成A的 对 啊B的呢 没有 好 再切 一样嘛 对不对 又是Ns Ns嘛 对不对 你永远切 你怎么切 你就是N跟S 永远存在 你不可能把 N跟S 把它分离掉 在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假设 假设你的磁铁 这是Ns的话 那我可以好像视为 OK 为了让你们这个 这个 这之前 之前 我们说这是一个 正Q 护Q 这叫一个什么 这叫一个什么 diple 对 叫一个diple 最简单的组成方式 最简单的组成方式 我们说 在店里面 我可以把电荷拆掉 那我就可以变成 正的 跟负的 最简单的组成方式是 charge OK 然后再来是 diple 然后再来是 quadiple 或者是 负负正正 OK 再来是 八级子 但是 在磁里面 最简单的组成 就是diple 因为N级跟S级 没办法 把它分离掉 在你把它怎么细分细分 你全部通通没办法 分离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 10的高斯定理里面 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隐含了 如果你硬要把 磁场里面 有这个 10的电荷组成的话 这是一个你想象的物理量 那我告诉你说 它total的值 是等于0 换句话说 有没有磁单极的存在 有没有磁的单极存在 在这里 没有的 所以磁的高斯定理里面 已经告诉你是什么 没有磁单极存在 没有磁单极存在 它最简单的组成形式 这是 magnetic 白膨 这是 我们可以 看到的 这个 这个 10的 高斯定理里面 它的情况 好 到目前为止 10的高斯定理 这个结果 并没有被打破 但是它是不是永远正确 我不敢跟你保证 它永远正确 科学家还对 这个事情 为什么它没有单极存在 这件事情还一直在 这个 10里面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实际上 这个整个dipo 并不是用电荷的概念 来组成的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在电子里面 这是原子核 核外有电子 电子呢 绕着原子核转 OK 电子绕着原子核转 这是有一个orbital的motion 这个orbital motion 是会产生 一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OK 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是 orbital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还有一个是 电子本身 它自己本身就有spin spin本身就像什么 地球的自全一样 自转 所以 所以 它本身有一个 spin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OK 所以 对电子 一个原子来讲的话 它有两种产生磁的 最主要的原因 一种 一种 就是它绕着 原子核在做 轨道运动 一种 这个是orbital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一个是它spin 的spin 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这两个都是产生磁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 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回归 就变成是 不是古典力学的问题 也不是古典物理的问题 就到 量子物理的问题 跟 近代物理的问题 OK 这个是 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 词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 解析的部分 那这有没有问题